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 我叫江朝阳 我是加拿大美城加密国语宣导会的主任牧师 很高兴能够在网上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现在新冠状肺炎在全世界流行 大家都充满了不安和恐惧 我记得在2001年9月11号 发生在美国纽约双子星贸易大楼的恐怖攻击事件 当时有一位牧师立刻想到传道书的9章11到12节 这么说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 快跑的未必能赢 力战的未必得胜 智慧的未必得粮食 明哲的未必得知才 灵巧的未必得喜悦 所临到众人的 是在乎当时的机会 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 鱼被恶网圈住 鸟被网罗捉住 祸患临到的时候 世人陷在其中也是如此 这段经文来描述当时的情形非常的合适 就算现在来描述目前的疫情 还有经济情势 石油下价钱下跌情形也都是非常的合适的 但同时呢 另外有一位牧师立刻想到 诗篇91篇的1到2节 这是一段像神的祷告的 说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 必住在全能者的印象 我要论到耶和华说 他是我的避难所 是我的山寨 是我的神 是我所依靠的 三节说 他必救你脱离 扑鸟人的网罗和毒害的瘟疫 第四节说 他必用自己的灵毛遮蔽你 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 他的诚实是大小的盾牌 五到六节说 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 或是白日飞的剑 也不怕黑夜行的瘟疫 或是五间灭人的毒病 第七节说 虽有千人扑倒在你的旁边 万人扑倒在你的右边 这灾却不得临到你 这些经文都有神宝贵的允许 弟兄姐妹 人生在世呢 有许多的苦难 和可能会遭遇很多的危险 或是恶人的攻击 毁谤或伤害 或是遇到车祸 战争 甚至是得到绝症 或者是瘟疫 但信靠神的人 敬爱神的人 有神做他的避难所和山寨 这些人必定会蒙他保护 安然度过一生的 愿神的话能够鼓励你 安慰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